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信燕 今天要介绍什么植物呢?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它了 就是橡胶树 没错,就是那个割一刀 会有白白的东西流出来的那个 那它流出来的白色之意 是可以拿来提炼橡胶的 所以我们才称它为橡胶树 那它生长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它的原产地是在印度、缅甸、马来西亚等地 那听起来就是一个比较热的热带的地方 那所以它喜欢的温度也是比较温暖的 橡胶树呢,是三棵榕鼠的植物 那它的特色呢,就是它的页面 这样油油亮亮的 那除了一般比较常见的绿色品种以外呢 像我旁边这个是斑叶的品种 那也还有一棵叫做黑金刚的 它的叶子黑的很有存在感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空间 比较适合 比较亮面的啊 还是说比较绿色 还是比较深色细一点的 这个橡胶树 那橡胶树要怎么照顾呢? 在胶水方面的话 尽量保持土干再焦 那如果你是稍微微湿 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是尽量还是要注意通风的状况 通风的状况要良好一点 那它的生长季是在夏天 所以夏季的时候 焦水的频率可以再多一点 那冬天的话 焦水频率就少一点这样子 那阳光需求呢 它比较喜欢明亮的散光处 像是在一个落地窗的窗边啊 这样是蛮好的 但它也是蛮耐阴的 所以种在室内完全没问题 而且它对于减少空气中中 二氧化碳的含量也是蛮好的 也算是植物界的空气清淨机 那在橡胶树的布置方面呢 因为它算是比较中大型的植物 我建议可以放在比较大一点的空间 像是客厅啊 那个电视柜旁边啊 这样空间整个质感就会比较出来一点 那因为我们刚刚也有介绍 不同的色系的橡胶树嘛 所以呢你可以依照你的空间 如果是比较暗一点的空间 你可以挑选绿色系 或者是像这种斑叶色系的橡胶树 那如果像是比较亮一点的空间啊 像都是全白的话 那你可以挑选黑色的黑金刚这个橡胶树 那它的页面呢 就会很有存在感 那当然如果你购买的是 比较小颗一点的橡胶树呢 你也可以摆在你的书桌上 就靠床边这样子 这样它可以长得比较漂亮 比较健康一点 那橡胶树是中大型的植物嘛 所以如果你想要种在户外的话 可能种在门口两旁 这样种两颗 那也是蛮大气的 它可以长到三四尺高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们 那如果你有其他想法的话 也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次见